婉婉,差不多准备起飞了,你也可以上去了。 好,谢谢你啊。 就在苏婉即将登上飞机之际,一群黑衣保镖迅速将机场包围,个个一脸俗杀。 下一秒,一身黑衣的沐少尘像是一阵风似的冲到飞机前。 苏婉,你以为我会让你就这么离开吗? 三少,我有不得不走的理由,希望你能成全。 多得不走的理由。 沐少尘英致的目光落在阎洛身上。 是他吗?你终究还是忘不了他? 是,没错,你说对了,我也是月灵清婚期才发现,我忘不了阎洛,所以我决定离开,离开这里。 随着他话音落下,他在沐少尘眼里看到了绝望、愤怒和落寞。 其实他的心也痛到了极点,甚至连呼吸都是痛的,可是他别无选择,找不到更好的借口让他死心。 苏婉,我曾经告诉过你,我一旦认准了一个人,就要把他绑在身边一辈子,不管他心里的男人是谁。 今天你要是敢跟阎洛离开,我就当着你的面杀了他,再带你回去。 你要是敢伤害他,他死了,我也跟着他一起死,你最后也得不到我。 我本来就是找阎洛帮忙,不能让他因为我兴受危险。 所以,你已经爱到愿意跟着他一起死的地步? 好,那我成全你们。 沐少尘看他娇小的身子,护着阎洛,就像是当初他在沐家护着自己那般。 整个人情绪彻底失控,就像是一只愤怒的野兽。 婉婉,你在说什么傻话,再怎么样,也应该由我护着你。 我,你不能有事。 有你这句话,就算我今天死在这里,也知足了。 下一秒,他猛地扣动扳机,这天空的一声巨响,枪口往天空的方向飞出一颗子弹。 三少,你…… 你走,再也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。 我恨自己,终究还是恨不下心来伤害他。 好,谢谢你。 走吧,我送你上去。 苏婉正由他牵着,整个人像是失去了灵魂一百,机械地埋着步子。 即使是背对着沐少尘,但他能感觉到他绝望的目光一直落在他身上,几乎要在他身上盯出一个洞来。 苏婉,你先去吧,我还有点事,改天有空再去看你。 谢谢你。 阎罗叹了口气,转身走下了机舱,朝着沐少尘的方向走去。 在我改变主义之前,立刻从我面前叫之否则我杀了你。 其实,苏婉并没有跟我在一起,他离开你。 他一时半会肯定接受不了你,你就当他去国外散散心,不要把他逼得太行。 刚才他犹豫了很久,最后还是决定把真相告诉沐少尘。 这什么? 沐少尘揪住他的衣领,急切地问道。 他到底有什么苦衷,你告诉我。 他说,其实你是顾虫里的孩子,所以你和他是唐兄妹。 什么? 沐少尘难以置信,松开了阎罗的衣领。 他想起沐振亭曾经告诉过他的话,当初在那段婚姻里,先出轨的人是张丽美,而不是他。 那时他一直以为是沐振亭想脱卸责任,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 而且张丽美出轨的对象,竟然还是顾家家主顾崇利。 怪不得那天在苏长青家,张丽美原本还好好的。 一听到顾家二老进门的声音,他就突然借口身体不适,要离开了。 你该不会想要放弃吧? 如果是这样,那我就不客气再对苏晚出手了。 你趁早死了这条心,我沐少尘这辈子一旦认准了一个人,就绝对不会放手。 别说他变成我的堂妹,就算他变成一只母猪叶一样娶她。 燕露巫女。 专门中的沐家三少,果然变态,估计还幻想有朝一日能打败他,把苏晚从他手里抢回来。 这一刻,我是真的甘拜下风了。 你刚才说要让苏晚去国外散散心,那我给他三天足够了吧? 三天? 三天后,你帮我个忙。 你凭什么觉得我一定会帮你啊? 你会帮我的。 三天后,燕露给远在M国的孙婉打了个电话。 婉婉,有个好消息告诉你,我有个朋友看上你的最新连载小说,有意以六千万的高价,想先买下影视版权,但前提是要你亲自担任编剧。 可是,我现在这个状态可能不太适合工作,而且我也不方便回国呀,要是三少找到我该怎么办呢? 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,但我真是替你布置啊。 慕少臣那个狗男人,你才刚离开三天,他就,他就跟陆明浩好上了,两人还公开宣布自己喜欢的是男人。 什么?陆明浩? 要说是陆明浩,可信度还大一点,可陆明浩是个男人呢?三年前,慕少臣还是个直男,怎么说完就完了?难道是因为我伤害他太深,他受到了刺激? 苏婉越想越着急,越想越内疚。 所以说,既然他都公开喜欢男人了,就算你回去,他也不会对你怎么样的? 你好好想想吧,毕竟你的家人和朋友都在S国,你不能为了躲慕少臣,一辈子不回去。 该面对的,早晚都要面对。 行,那你帮我一个时间,跟你朋友见面,我现在就去买机票。 啊,该死的,我怎么就帮慕少臣那个狗男人撒这种狗血的谎言呢? 像我这样心甘情略当助攻的情敌,在世界上应该绝种了吧? 苏婉会到S国的那一天,沿路亲自开车去机场接他。 我顺路带你去我朋友的公司,我跟你说过的,那家公司叫星月传媒,虽然是一家刚起步的小企业,但是我朋友能力挺强的,我觉得是有前景的。 嗯,谢谢啊,我相信你的判断。 昨晚多进夫驾驶座,点点头道歇,他也不傻,担心这时沐少臣社区把他引回国,所以事先查了星月传媒的资料,确认跟沐少臣没有半毛钱关系之后,才同意签约。 那是,我的商业嗅觉可是业界第一。 严落见他这么相信自己,想到后续的计划,突然有些良心不安。 对了,上次的事情真是对不起啊,拿你当了一次挡箭牌。 没事,我知道你也是被逼无奈。 你不要有心理负担。 其实他是心甘情愿的,恨不得他能多多利用它。 等人一边说这话,不知不觉就到了星月传媒楼下。 严落挺好撑,带着苏婉一起去的总裁办公室。 推开门的那一刻,见到办公桌后面坐着的男人,苏婉顿时愣住了。 沐少臣,他怎么会在这里,难道严落跟他串通好了骗我吗? 这是怎么回事啊? 我也不知道啊,苏婉,你相信我,我怎么可能跟他串通? 这个世界上我最讨厌的人就是他。 沐少臣慌慌起身,连李西装微微仰起下巴道。 不好意思,我昨天刚刚收购了这家公司。 什么? 原来是这样,沐少臣,你这个卑鄙小人。 你不就是看到苏婉又重新跟我在一起了,你想要报复我,就从报复我身边的朋友开始,所以强行收购了他们的公司。 你也太能联想了,我现在喜欢的是男人,之所以收购这家公司是出于商业上的考量,跟你苏婉没有任何关系。 苏婉被他用这样的眼神看着,心脏一直能抽痛。 曾经是爱过的男人,一夜之间就弯了,我原本是想堵着他,不想他再对我纠缠不放。 可当这一切成真了之后,我的心情竟如此难受。 就在这时,沿路的手机响了起来,打破了这一刻尴尬的气氛。 苏婉,不好意思啊,公司突然有急事,我得回去一趟,这里,呃,你一个人能应付吧?如果有什么状况,给我打电话。 我可以,你去忙吧。 哎,好,那你自己小心,一会儿我来接你啊。 然后才快步离开,顺手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了。 什么,苏小姐难道想要违约吗? 要是你想终止合约也没有关系,付十倍违约金就行了。 还有,你这样会让我以为你对我还余情未了,所以没有办法面对我。 谁说我对你余情未了? 真的没有?那就好,希望你能认真履行合约上的内容。 没问题,只是,你能不能离我稍微远一点,不要快这么近说话。 难道你忘了?我现在喜欢的是男人,我对女人没兴趣。 你没必要这么紧张,如果你不信可以亲自验证一下。 验证?这种事情怎么验证吗? 你觉得呢? 莫少臣突然抓住了他的手,慢慢地往下。 察觉到他的意图,苏晚吓得赶紧抽回自己的手。 我相信你是真的喜欢男人了,我们,我们还是开始讨论工作内容吧。 好,你相信就好,我是再也不会喜欢女人了,因为同性才是真爱。 异性,只是为了繁衍后代。 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,沐少臣的变化真的太大了,一时间真的很难让人接受。 又或许,他原本就有那种精英,只是被我激发出来了而已啊。 说起来,我还得感谢苏小姐的不价值恩,让我对自己的取向有了新的认识。 好了,三少五已经相信你是真的弯了,我们先谈工作吧。 好。 莫少臣重新走回办公桌,在老板椅上坐了下来。 莫少臣拿出一份文件,随意地翻看了几页,丢到他面前。 这是我对这部剧的几点要求,你先看一下。 好,苏晚接过文件,一页一页地翻看了起来。 莫少臣靠在椅背上,目光暗暗落在他的身上。 然后落在那杯花茶上。 苏小姐为什么不敢喝这杯茶? 是怕我在里面下毒吗? 没有,不是的。 苏晚在他的逼世下,停下方看文件的手,端起那杯花茶,轻敏了一口。 他一边继续看文件,一边时不时地喝上几口,很快一杯花茶就尖了底。 厚厚的一叠A4G,苏晚看到后面的时候觉得有些头晕,还有些犯困。 可能是因为坐飞机太累,也可能是因为时差还没有调整过来。 又过了一会儿,只听咚的一声,苏晚终于支撑不住,到头睡在了办公桌上。 穆少臣听到声响,满意地勾了勾唇脚,然后好整以侠地站起身,慢慢地朝他靠近。 他把他扶起来,轻轻地放到沙发上,然后自己也跟着在沙发边上坐下,温柔的目光露在他的脸上。 娃娃,我说过的,这辈子你都逃不掉了。 张丽美看到沐少臣脸色不太好的样子,紧张地迎了上来。 只是在看到陆明后的那个瞬间,他的脸色更不好了。 最近外面那些传闻他也都知道了,只是远远不如亲眼见到这般震撼。 阿爷,少臣今晚不太舒服,我担心老险那边的佣人照顾不好他,所以把他送过来了。 哦,那谢谢你了。 张丽美跟在他们身后一路上楼,直到沐少臣房间门口,就听到哭的一声。 沐少臣把门关上,和陆明后两人单独待在里面。 张丽美站在门口没有走,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 没过多久,里面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,他实在是待不下去了,捂着耳朵飞快地跑下楼。 到了楼梯口,张丽美隐约听到家里的佣人在议论。 老天爷啊,我们家三少怎么跟陆明后在一起了? 按我说,她肯定是被苏妖姐离开的事情刺激到了,才会做出这么时常的事情。 就算是跟一只母猪在一起,也比跟男人在一起强啊。 张丽美听到这些话,心里也是悔不当初。 我这算不算是亲手把自己的儿子给逼弯了。 我就算再怎么讨厌顾家的人,但苏妖起码是个女的。 就算跟苏妖在一起,也比跟陆明后在一起好一百倍。 可是,当初逼走苏妖的人可是我。 现在难道要让我去打电话,求苏妖回来吗? 房间里,穆少臣听到张丽美的脚步声渐渐远距,立刻闲雾的一脚把陆明后从床上踹到地下。 好啊,穆少臣,你利用完我就过河拆桥了。 利用?何必说得这么难听啊? 我们这叫互相帮忙。 你不是也不想再被顾婉晴缠着,所以才愿意跟我捆绑销售吗? 别提那个女人的名字,我现在一听到她的名字就心里发毛。 陆明后一阵恶寒,找到一旁的沙发上坐了下来。 其实我觉得顾婉晴挺好的,对你这么专一从小就喜欢你,这都十几年了,不容易啊。 好?她好在哪儿?你说说看。 她最大的优点就是,她是我们家婉婉的堂家,既然是我们婉婉的家人,但我是一定看好她的。 话说回来,你打算什么时候跟苏婉挑明咱们之间是假的? 在过几天,多妈忍不住去找她之后。 张丽美回到房间之后,一直彻夜难眠,小心翼翼地听着楼上的动静。 看了看墙上的挂钟,都已经凌晨三点了,喜怒得还不走,说明她今晚就不会走了。 想象着沐绍成和陆明后在一起共读这一夜的画面,她整个人都不好了。 终于再也坚持不住,拨打了苏婉的电话。 苏婉也才刚睡下,接到张丽美的来电犹豫了好一会儿,才接起来。 喂,张阿姨,这么晚了你有事找我吗? 苏婉,我问你,你现在人在哪里? 苏婉没想到,她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回国了。 迟疑着,要不要把事情告诉她。 我不管你现在人在哪里,我要你立刻回S国,十万火急。 什么?你要我回来? 她记得很清楚,三天前,张丽美可是用看仇人一样的眼神看她, 恨不得让她立刻消失在这个世界上。 这才过了多久,她就要我回去了?果然基因强大, 牧子两人都是这么善变。 牧少臣不也才三天就弯了吗? 是的,没错,你赶紧回来,机票阿姨可以给你报箱。 三天前的事情,阿姨向你道歉好不好? 我求你回到少臣身边。 过去的事情我都不追究了。 她因为你的事情受到了刺激,现在都喜欢上男人了,这可怎么办才好? 可是,我跟她是堂兄妹,今后可能不能生下正常的孩子,阿姨你也不介意吗? 其实你们不是堂兄妹,是我骗你的。 我就是单纯的不想哨扯,跟我的仇人孙女在一起。 但我知道她不会轻易放弃你的,你也不会轻易离开她的。 所以万不得已才编造了这个谎言。 苏婉,你就原谅阿姨吧,我现在已经遭到报应了。 苏婉得知自己和牧少臣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时候,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。 所以这段时间她逼迫自己离开,独自一人默默伤心流泪,都是白白浪费感情了。 苏婉原本不想就这么轻易原谅张丽美,但是想到她是牧少臣的母亲,又想到她此刻爱子心切的情绪,只能同意下来。 好,我可以回到三少身边,但是今后我希望你放下仇恨,不要再刁难我了。 我也可以静视前嫌,把你当成亲妈孝顺,我们还跟过去一样。 好好好,我肯定把你当亲女儿一样看待。 我可以立下自尽,要是我没有做到这一点,以后你们可以把我赶出牧家。 但是现在事情有点难办,少臣哥那个新陆的,从小一起长大,感情很深厚,没有那么容易分开。 你得多想想办法了。 我知道,我会尽力的。 和牧少臣和陆明浩两个人眉来眼去的画面,我就觉得心累。 不过即使再苦再难,我也不会就这么放弃牧少臣的。 好歹我没有感情基础,我还是有希望能赢过陆明浩。 许安安和情楚得知了苏婉回国的消息,很开心地约她出来见面。 苏小婉,你看看,这是昨晚刚出的新闻,狗仔堆跟拍到的。 陆明浩去了牧少臣的住处,一夜未归,第二天一大早,两人有说有笑地一起开车去上班。 所以,陆明浩这是已经登堂入室了? 男人跟男人在一起,就这么好吗?真是没办法想象,男男是怎么睡觉的。 你们说,弯了的男人,还能再白职吗? 就我这个看过无数男男漫画的人来回答你,男。 不过,你还是可以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试试看,方法是有的,就是比较极端。 什么办法,快说。 徐安安在脑子里,快速回忆着前几天,牧少臣事先告诉她的答案。 嗯,就是,比如说,你主动去关心她,让她重新感受到,女人还是比男人贴心温柔。 再比如说,你给她做很多好吃的,让她知道,女人还是比男人会做饭。 再再比如说,除了喂饱她的肚子,你还得喂饱她别的地方,让她知道,女人比男人更能让她快乐。 说完之后,她暗暗心虚地撇了苏婉一眼。 自从当了女明星之后,我的眼睛好多了,现在的表现,应该不会被苏婉看出,我是被沐少臣收买过的吧。 这也太不一样脸了吧。 就是啊,这,这女孩子太主动,不好吧。 要脸做什么,谁说女孩子就不能主动了。 做小碗窝娘,是脸比较重要,还是老公比较重要? 你要是再这么矜持下去,三少就真的彻底弯了。 这现在还在萌芽期,你要立刻行动把她搬回来,知道吗? 嗯,苏婉坚色地点了点头。 她决定先从最简单的第一条做起,主动关心她,让她感受到女人的温柔。 只不过,她现在没跟沐少臣住在一起,在公司里也就偶尔讨论一下剧本的事情,根本没有太多机会接近她。 她正这么想着,手机响了起来,沐少臣打来的电话。 苏小姐,今天你给我的那一份剧本大纲,我不知道放到哪里了,麻烦你能再给我送一份吗? 现在,我只有电子吧,发一份可以吧? 居然安静地,暗暗在她手上掐了一下,用嘴形说道。 你是不是傻,快去啊! 苏婉这才回过神来,恨不得咬断自己的舌头。 我的计划是要接近她,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,我怎么就不知道抓住机会呢? 我现在在公司,突然断我了,你就算给我发我也收不到,只能麻烦你亲自跑一趟呢。 嗯,好的。 这就对了嘛,你总算是开窍了。 你看啊,就连老天爷都在帮你啊。 你刚想着要怎么接近三少,三少就让你送文静过去了,呵呵。 苏婉想了想,觉得也是太巧了。 也许就像许安安说的那样,是老天爷在帮她吧。 你们最近怎么样了? 安安你的婚礼定好时间了没? 秦楚呢? 你跟那个薛灿到底怎么回事了? 我的婚礼定在十月份,那时候大家都有假期,比较方便来参加婚礼。 我都想好了,到时候请你和秦楚来当伴娘,三少和二少来当伴郎,怎么样? 不要太感动哦,我这可是在给你们制造机会。 我谢谢你了,不过对秦楚来说,这可不是什么好机会。 人家薛灿不是都向她表白了吗? 她这是心有所属,根本没把二少放在心上。 对啊,秦楚,现在考试都结束了,你到底跟薛灿确定了关系没有? 还,还没呢,不过她跟我报了同一所大学,等开学了之后,应该,应该差不多了吧。 我一直在等薛灿再有所表示,可是她再就没有提那件事情,我一个女孩子,也不好主动提醒她。 哦,这样啊。 嗯,说实话,薛灿这样的男人虽然很优秀,但我觉得她骨子里太自卑了,但表面上又很清高。 应该说,是属于那种极度自卑,所以导致自尊心极强的类型,我不太喜欢这样的性格。 就是啊,而且电视上都有影了,那些凤凰男没钱的时候对你好,一旦有钱了就开始自我膨胀,又或者她会为了钱跟一些富家千金在一起,抛弃一起打拼的初恋女友。 徐元安在演艺圈混了一遭,狗血剧情也是张嘴就来,还是二少好,又有钱又专一,颜值又高呀。 我要是你啊,闭着眼睛都知道选二少。 不是吧,你们不要这么说薛灿好不好,他不是那种人啊,而且二少又不喜欢我,我根本没什么可选的。 其实我心里也有点纳闷,薛灿向我表白的时候,我明明说了等考试结束给他答案,现在分数都出来了,陆举同事说也到了,他就迟迟没来找我。 你要是心里没底,就直接去问薛灿好了,至于二少喜不喜欢你,这个问题我们这些旁观者都清楚得很,只有你们两个当局者看不清罢了。 同意,严重同意,苏小婉你放心的走吧,我留下来继续给秦楚出谋划赠。 好,那就交给你了。 苏婉打车去了牧师集团楼下,那月仰头一眼就看到了楼底,牧少臣的总裁办公室里还亮着灯,练细一口气。 他走进大楼,坐电梯到了顶了,三少,我可以进来吗? 请进。 三少,这是给你的文件。 哦,谢谢。 牧少臣伸手接了过来,打开袋子,去住里面的一叠A4纸慢慢翻看着。 那个,三少你饿了吗?要不要吃点夜宵啊? 突然觉得,我刚才给他带外卖的举动有点蠢,要是他说不饿,拒绝了我的夜宵,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吗? 正好,我还没吃晚饭,来来吧。 什么?你,还没吃饭吗? 忙着加班就忘了。 那你赶紧吃吧。 牧少臣接过手中的筷子,夹起几根面条吃了起来,嘴角依旧维持着亲切的糊涂。 他本来觉得差不多可以告诉他真相了,可是他难得这么主动,他又想要多享受一阵子,还可以趁机提出一些过去他不同意的过分要求罢了。 三少,不是我说啊,那个陆医生也太不信了。 怎么不行啊? 熊叔,你看他,多不关心你。 所以说,男人毕竟是男人,没有女人那么习心体贴。 啊,说的也是,不过话也不能这么说,男人也有习心体贴的,我过去对你就是这样,不过某人不懂得珍惜说走就走,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。 四少,没想到他把话题引到过去的事情,不由得想起跟他在一起的时候,他真的是把他捧在手心里在冲。 三少,对不起啊,其实我是有苦衷的,那是因为你妈妈骗我说我跟你是堂兄妹,一定要让我离开你,和被逼无奈才会。 四少,当初您怎么就不问问我那个经典问题? 什么经典问题啊?